目的地但乘客又說還有地方要去 問江大哥一頭霧水 問他要去哪也說不清楚 只好先往前開 不過越開越覺得怪 只好再次詢問目的地在哪裡 問了半天還是不說 司機似乎擔心他沒錢付 只想趕緊送他下車 事發在6號晚間9點多 原來這名乘客從新北市中和上車 要回到土城的住處 但真趟路都要司機往前開就對了 車子累計140元 但他到最後都不肯說到底要去哪 這名乘客一直要問江往前開 但始終不肯告知目的地 最後問江實在不知道該開去哪裡 幸好經過加油站的時候 一名遠景正在加油 他立刻上前尋求幫忙 看到警察在加油 就像是看見救星 馬上下車告知車內的狀況 幸好最後在遠景的幫助之下 乘客付了車資自行離開 但問江就怕他會有脫序的行為 恐怕整趟路提心吊帶 這種機會恐怕沒人想要 TVBS新聞靈容是郭瑩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